大家好,我是老许 昨天来了一个粉丝 中午来的 不然说昨天中午要拍视频的 但是由于他的食物的原因吧 不适合出镜 不能出镜,然后就没有拍 昨天中午让他在家里吃的火锅 都喝醉了 他喝的也差不多了 我也喝的差不多了 然后昨天就没有更新 但是 昨天晚饭吃完饭以后 我老婆说他不能睡在家里 因为我和他没有,我和老婆没有办理这个疾病症 所以说 昨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就把他送到县城的宾馆 我要给他重新开了房间 那么 大家来这边玩,能不能找老许 能不能来找老许呢 我想说的是,可以来 但是要在老许有时间的情况下 可以陪大家玩 也可以陪大家 吃饭啊,喝酒啊 都可以 也可以来老许家里玩 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在老许有时间的情况下 但就是不能住在我家里 你可以来我家里玩 但是不能住在这里 因为老挝跟咱们中国不一样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规矩 村长也不让住 再加上我后面住的就是帽子叔叔 再加上村头也都是帽子叔叔很多 如果说晚上住在这里 他们会过来询问 很麻烦 希望朋友们理解吧 你们来了,我可以招待你们 但是不能住在家里 也希望大家来这边玩,玩的开心 这几天我看南巴拉帮的车 中国车特别特别的多 有房车 有越野车 都是来玩的 来旅游的 希望大家玩的开心吧 在别人别的国家 就要遵守他国的法律法规 好了朋友们 等下我要去跟阿里去去线上 拿这个集纹资料 因为这个集纹资料还有个章 有个章还没有盖好 现在都已经半个月了 看是不是需要打点一下 估计需要打点一下 因为他这个章一直不盖的话 我这个资料递交不上去 从线上这一关就给卡死 那就麻烦了 拜拜朋友们 明天再接着给大家更新乐趣的日常生活 明天再接着给大家更新乐趣的日常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